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蒙恩的人 因着他的祷告 因着他的敬虔 他的家庭 家族 世世代代都会蒙恩 如果各位你看《使徒行传》 新约你一打开 保罗到菲律比那个地方 他领信了律迪亚 刚才我们读了 律迪亚信了之后 马上强留保罗 把他带到家去 然后全家都信 那个敬主 对不对 敬主也是一样 在监狱的时候 看到 听到保罗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必要得救 这神的应许 他当天因为惧怕 然后后来他信了 全家都得救 有很多例子 圣经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来告诉 路德的例子 哈纳的例子 这些例子我刚才都说 亚伯拉罕的故事 伊萨 雅各 我们都看得到 有很多的应许和例子 告诉我们 一个人蒙恩 他的家庭会蒙恩 但是 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例外的例子 像谁的例子 像撒母尔 撒母尔是跟他说 伟大的先知 但是圣经说什么 他的孩子 没有跟着撒母尔所跟从 离开撒母尔的道路 然后他们做事事的时候 收贿入 趋望正直 有这样的光景 圣经还有像大卫君王 大卫君王 你们看得到他 多么的敬虔爱主 和神心意 但是 他的儿子 所罗门开始还不错 到了晚年之后 偏离主的道 当然 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 我不能说父母 但是 有些人问 所以父母很蒙恩 孩子一定蒙恩吗 按着教义来说 不是绝对的 我们都是蒙神的怜悯 各位听得懂吗 都是蒙神的怜悯 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 我们因为人的一些软弱 盲点 所以有一些下一代 没有这样蒙恩的事情出现 但是 圣经大多数的例子 也可以从新约我们来看 一个人蒙恩的时候 他紧抓着神的应许 他的家庭家族会蒙恩 所以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 更多会看得到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 你绝对放心 今天 如果你听了神的道 你不要犯上 忽略你的家庭的罪 你们听得懂吗 就好像刚才我说的 一个家庭 他们是基督徒家庭 孩子生在基督徒家庭 他们常常听到神的道 没有在父母身上看见 他们相爱的名证 他们很真实的 为人处事都是按照圣经的原则 软弱也是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孩子没有看到 他们尝过天恩 但是 因为父母留下来的 有一些印象 刻在他们心板 他们有一点觉得假冒为善 所以后来他们离开的时候 他们很难回来 所以 虽然圣经没有说 绝对你信 你的孩子会信 但是如果你忽略他们 忽略他们的灵命 忽略他们的教育 忽略他们 应该要给他们的教导 没有教导 各位 这有危险性 那个危险性是 比不信主的家庭 出生的孩子更危险 如果你忽略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感谢观看